我們根據統計呢 大概每一年大概有1萬輛左右的這樣的需求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非常多的新車 那你就會想說那這兩個車 隨便一台導入到台灣來 就可以搶攻這個市場 但是事實上是有難度的 因為這些車子呢 都是幼價的車款